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落实选前的政见 正式宣布基隆在地知名的国际级市长钢琴家许哲成 为基隆城市音乐爱心大使 希望透过温暖的音乐推动有爱城市理念 许哲成也特别现场弹唱献给小爱爸爸谢国良 现场的音乐演出感动了每一个人 谢国良市长聆听时被许哲成的音乐触动 想起小爱的医疗状况不禁眼眶泛红 一旁的社会处长杨玉昕 官销处长郭继也都深受感动 这真很棒 那我是觉得因为在认识他的过程中 我也觉得他能够克服他的困难很了不起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正面鼓励的力量 那我觉得这个正面鼓励的力量 我希望能够把他散发出去鼓励更多的人就这样 基隆是我的故乡 那我的故乡 就是我的音乐没有办法在我的故乡 能够感动到我故乡的人 我觉得好遗憾 所以未来我希望真的能够尽我的力量 然后能够用我的音乐来温暖基隆的民众 这个文字语言都有它一定的限度 超越了文字语言的情感表现 那就是艺术 那在众多的艺术里面 音乐的艺术格外是直接与人的灵魂来沟通 观光与城市行销处表示 基隆子弟许哲成出生时双眼失明 五岁就开始苦学钢琴 十三岁获得国际身心障碍青年音乐家首奖肯定 因此被誉为贝多芬在世 这次特别邀请他当基隆的城市音乐爱心大使 首次演出《情音有爱暖油基隆》活动 1月19号星期四 及2月10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到6点 在基隆东岸商场一楼展开 《情音有爱暖油基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